为了帮助埔里观光产业行销 埔里镇公所去年发起吉祥物票选活动 在全镇学生的票选之下 也选出埔里为埔里吉祥物 而在吉祥物票选出来以后 公所多次配合吉祥物做埔里观光产业的宣传 也为埔里的观光推展带来助力 而埔里吉祥物诞生至今已满一年 日前埔里镇公所也在清水公园 办理埔里周穗抓住活动 那这个地方吸引了很多 不只是埔里的乡亲 还有很多外县市来的朋友们 那我想这个就是以观光 一个宣传的一个好机会 那就一个吉祥物的周年庆的一个机会 让来埔里玩的很多外县市的朋友 直到原来埔里除了山民水秀 有这样一个好环境之外 那原来还有个吉祥物叫埔里 那这样一传下去 我相信他们会再来玩 再来看那对埔里的物产 经济的消费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 先议员陈宜君表示 埔里镇公所让学童 票选出来的吉祥物 这一年来也为埔里的行销带来利多 也因为可爱的形象让许多大人及小孩都相当喜爱 感谢埔里年轻人的创意巧思 为埔里创造一个吉祥物 为观光产业推展带来很大的帮助 今天呢是埔里满洲岁的一个庆生会 那来到这个桃米的青史公园这边 那很多的小朋友在这边玩水 那也来帮我们的埔里庆生 那这样子的一个吉祥物呢 其实为埔里带来了很多的利多 不但让大人小孩都变得更开心 而且呢他也可以来推销我们的观光 推销我们的在地的产业 那所以呢非常感谢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为埔里镇创造了这么棒的一个吉祥物 副医长排一圈肯定公所 以及吉祥物的概念 帮助埔里镇公关产业行销 也期许未来埔里吉祥物能够结合更多埔里在地观光 以及特色产业共同来行销 帮助埔里镇的观光产业可以打出知名度 记者陈维一 埔里镇采访报道